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做一件新的事 现在它要发生了 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要在旷野开一条道路 在荒地开挖江河 新一年的里面有什么已经是在自己的脑海和思想中 要去创新的发挥一下呢 无论是在你自己的职场 事业 家庭 学业 组织管理 或人际关系等等 都可以有着全新的这个发挥 从古至今 虽然上帝从以前到现在都永不改变 但同时我们的上帝是活在每一个年代的上帝 他是更新的上帝 他是充满着创意和创新的上帝 以赛亚书43章18至19节 他如此的说道 你们不要怀念先前的事 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的事 因为它现在就要发生了 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要在旷野开一条道路 在荒地开挖江河 这里讲到从前的事 古时的事是指上帝过去预言并应验的事件 此处指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显然的说是指上帝成灵百姓出埃及 过红海 现在上帝也是正在预言新的出埃及 必定是不与古时候是一样的 因为他是上帝 上帝要做一件新的事情 是预言新的出埃及 这里先知说 先前的事已经成就 现在上帝将新的事说明 与未发生已先 事先宣告并行出来 使之应验的唯有真神 就像耶稣说 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要先告诉你们 到你们叫事情成就的时候 可以信我是基督 这个可以在约翰福音13章19节里面有提到的 当我们回顾生命的过去 我们的确是可以看见和深信 上帝的信实和带领 但同时我们也要有一个更新的期待与盼望 盼望上帝能够在我们的生活每个层面做翻新的工作 更加同时能够靠主勇敢地去做上帝 要我们做的前所未有美好的创新工作 因为这是让人期许这个美好新的事情的来到 所以今天有什么事是上帝已经放在你心中已久的 那种创新又美好的事呢 就赶赶地为上帝为自己而做吧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上帝赐福你 请不吝点赞福你